視察台電托育中心 台電員工確實需要這項服務 因為總統下令2028前完成原定 10年完成的強化電網韌性計畫 台電同仁不得不加班 他們的scale是航空母艦級的 然後要發包一個1000萬的工程 事實上是費盡了薪資 而說到電 國際大廠要來台設AI資料中心 但日前台電董事長曾文生說 資料中心用電龐大 桃園以北地區不再供5MW以上資料中心 高科技產業發展要到支持電源開發的縣市 藍營質疑獨厚南部綠營縣市 對於藍營本來就有一些敵視 那他現在講說因為藍營供電不足 不給藍營縣市設AI中心 但重點是供電是你台電的事情 藍尾PE日前經濟部長郭志輝才說 10座要成立的資料中心全台都有機會 台電這意思豈不是直接惡煞北部 縣市AI設廠機會 不過看看2023年北部發電750億度 用電卻高達930億度 因此需要仰賴南電北宋 台電只說會好好向國人說明 不過要說明的恐怕還有10月電價是否調漲問題 畢竟台電上半年仍虧損602億 預計電價得一張10%才能轉虧為盈 因此郭志輝喊話利運追價千億預算 電價調漲機率會比較小 但卓奎不這麼認為 追價預算與是否要再調整任何的 電價的討論是不相關的 卓奎強調追價預算和漲電價是兩回事 經濟部和政院說法似乎有不同調 TVBS新聞歡迎請台北總報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